唐玄宗李隆基怕儿子夺位 一天杀了三个儿子 为什么李亨造反他却欣然接受 唐玄宗李隆基虽然开创了开元盛世 但是这位老兄绝对是一个毫无底线的人 为了夺取大魏 他架空了自己的父亲唐瑞宗李旦 杀掉了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 如果说这是为了大局着想 学习唐太宗李世明那也就算了 可后面的操作大家就有点看不懂了 开元25年 52岁的唐玄宗废杀了自己的三个儿子 他们分别是太子李英 光王李居 后来唐玄宗甚至将自己的儿媳杨玉环 召入宫中 这两件事成了唐玄宗一生都无法洗刷的污点 即使后人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再怎么美化 也无法消除他杀子夺儿媳的罪孽 那么问题来了 唐玄宗为啥要这么干呢 如果说夺取杨玉环 是贪图他的美色的话 那么杀掉自己的三个亲儿子 对唐玄宗又有什么好处呢 在杨玉环之前 唐玄宗有个非常受宠的妃子 那就是五慧妃 算起来五慧妃是唐玄宗的表妹 因此备受荣宠 同时五慧妃也是受亡李茂的母亲 而受亡李茂则是杨玉环的第一任丈夫 好家伙 这关系有够乱呢 五慧妃活着的时候 一直希望把自己的儿子受亡李茂 弄上太子的位置 可当时的太子是李英 要想李茂上位 就必须要把李英赶下台 开元25年4月的某一天 唐玄宗的宠妃五慧妃 突然派人传唤太子李英 恶王李瑶与光王李居 说皇宫里有盗贼 让他们速来救驾 李英带着两个弟弟及大舅子 全副武装地进入宫廷 却和唐玄宗的人迎头碰上 被直接逮捕 唐玄宗怒斥他们意图造反 原来 五慧妃在传唤李英等人 进宫救驾的同时 也告诉唐玄宗 太子李英要造反 已经披甲入宫了 唐玄宗看到全副武装的兄弟三人 信以为真 李英等人百口莫辩 唐玄宗召来宰相 商量废太子之事 宰相张九龄坚决维护太子 认为太子造反之事证据不足 不应该轻率断案 唐玄宗心里烦躁 命令他们都退下 唯有李林府留了下来 此刻的李林府对唐玄宗说 废太子是陛下的家事 不需要问外人 也就是这句话 决定了李英兄弟的命运 唐玄宗想想也是 这确实是自己的家事 于是马上废除了太子李英 而且还觉得不解气 又下令把这兄弟三人全部杀死了 唐玄宗一日杀三子 震惊世人 无论是大臣还是民间百姓 都纷纷为这三人可惜 这事儿闹得确实挺大 将来一旦查出来 武惠妃他们家非得满门抄斩不可 因此 武惠妃在惊吓当中得了重病 没多久也去世了 至于他的儿子李茂 那就听天由命了 武惠妃死后 李隆基后宫虽大 但是没有一个妃子让他满意 有一次李隆基大宴群臣 他的儿子与儿媳都来敬酒 结果鬼迷心窍的李隆基 一下子看上了儿子李茂的妃子杨玉环 然后李隆基的骚操作就来了 他先将美貌绝伦的杨玉环安排离婚 紧接着又安排杨玉环出家当了几年道士 风头过后李隆基就把杨玉环接入宫中 纳为了贵妃 杨玉环因为艳与无双 又精通音律歌舞 深得李隆基的欢心 所以李隆基把杨玉环的姐妹们全部封上 大姐封为韩国夫人 三姐封为国国夫人 八姐封为秦国夫人 其族兄杨国中也平步青云 坐上了唐朝宰相 因为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特殊宠爱 导致李隆基一改年轻时期的历经图治 他开始追求奢华的生活 一记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识立之来 春寒赐玉华青池 温泉水华喜宁之 这些全部都是描述这时期的唐玄宗与杨玉环 等到安禄山发起安史之乱后 昏庸的唐玄宗不但不反思 而且昏招叠出 最后连东都洛阳都丢了 紧接着首都长安也马上保不住了 这时候唐玄宗竟然听从杨国中的建议 带着杨贵妃等人打算逃亡属地避难 结果士兵在太子李亨的授意下 在马维波发动兵变 杀死了杨国中 逼死了杨贵妃 等到马维一支变平息后 百姓恳求唐玄宗留下主持大局 平定叛军 不过唐玄宗怕死 他觉得自己挡不住安禄山 如果留下来也是等于白白送死 于是 唐玄宗让太子李亨留下 成为静脚安史之乱的核心人物 唐玄宗虽然跑了 但却相当于把大权交给了李亨 当时的李亨 原本就掌握了一部分禁军精锐 再加上被留下主持评判 因而李亨很快就获得了拥戴 多年之后 李隆基的儿子李亨在领武称帝 史书描写李隆基得到消息之后 心向网之 乐不自胜 李隆基居然还说 多年前就想善未给太子了 只是天下是凡 正好赶上安禄山作乱 一时没来得及 可事实呢 马维坡前人家太子李亨 都明着来要皇帝宝座了 你李隆基就是不给 后来 李亨靠着郭子怡与李光碧等人 还真从叛军手中收复了长安与洛阳 然后就派人到成都请唐玄宗回京 李亨对唐玄宗传话说 儿子为了平乱 被迫当上了皇帝 等太上皇回京后 儿子就赶紧退居到太子位 其实李亨也不过是做个样子 在众人面前搏个孝顺的名声 谁知道这句话 却把唐玄宗吓坏了 他赶紧对儿子李亨传话说 天下大位已定 你老爹是不敢回去了 只求在成都养老了 直到李亨收回皇位的话后 唐玄宗才屁颠屁颠地跑回长安 当见到李亨后 唐玄宗当众说出了更无耻的一句话 无为天子不觉得贵重 如今当了天子的爹 才真感觉贵重啊 这就是矛盾的唐玄宗 是个真正的习惊 那么唐玄宗为何对李亨和李亨区别对待呢 其实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 唐玄宗的处境不同 李云被诬告造反的时候 还是开元年间 唐玄宗经过多年的历经图治 打造了著名的开元盛世 作为一个几乎人人称赞的明君 唐玄宗的威望极高 几乎说一不二 那时候的唐玄宗大权在握 想要杀死三个儿子 实在是太过容易 没有人可以制衡他 没有人可以反抗他 所以才造成了一日杀三子的悲剧 第二 唐玄宗的心境不同 李云被诬告造反的时候 唐玄宗53岁 虽然以唐朝的平均寿命而言 他已经不算年轻 但是唐玄宗本人 还自觉年富力强 身体倍儿棒 在这种情况下 他对朝政的掌控欲 是非常强的 绝对不允许有人挑战他的权威 而唐玄宗本人 又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宫廷斗争中 登上皇位的 他太知道宫廷斗争是多么的血腥 被赶下皇位的皇帝 结局有可能有多悲惨 因此 唐玄宗对竟然敢触怒天威的李云兄弟 无比愤怒 唯有杀之而后快 而在李云被杀之后 随着唐玄宗年纪渐长 他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 唐玄宗已经摆烂很多年了 安史之乱发生之后 眼看大军濒临城下 唐玄宗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而是直接选择了逃跑 或许 当李亨登基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他还松了一口气吧 总算不用自己来亲自处理 这个一不小心就会亡国的难题了 宗尚所述 唐玄宗高高在上时 可以屠戮子嗣 但在落魄失势后 自然也随之众叛清离 他即便不愿意当太上皇 可李亨和群臣百姓也不愿意啊